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梦境又意识着什么呢 难道是在传达给我们什么信息吗 接下来为您讲述三则真实发生的梦境事件 一 反反复复的怪梦 梦境一 这次说个我侄儿的梦吧 侄儿今年刚上初二 他说他有段时间老做一个怪梦 而且往往是在同一个时间点 就是晚上两点半左右 他为什么会知道确切的时间呢 是因为他每天晚上做的梦是这样的 梦中他还是在睡觉 不过总觉得有个什么毛茸茸的小东西往他的被子上爬 而且这个小东西好像有点笨 吭吃着爬不上来的样子 他就会起身 摸着黑将那个小笨东西从床下提上来 放在自己的枕头边 然后再继续睡 等他继续睡下后 这回乍然发音过来 天哪 我这是在干什么 家里可没有养什么小动物啊 他就会猛然惊醒 每次惊醒的时候 甚至还能感觉到枕头边毛茸茸的触感 他床头有个荧光闹钟 他无意间扫一下是两点半左右 然后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几乎都重复这个梦 他从一开始的无所谓 到最后害怕起来 最后他告诉了他妈妈 他妈妈恰好经常去庙里拜佛 最后向一位高僧求了一个什么福回来 放在床头 然后那些日子果然就不做梦了 但是有一天他下课太晚了 坐公交的时候直接在公交车上睡着 现在初中的学生也是挺累 就睡那么会儿 居然又做了那个梦 梦到那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小动物 笨笨地想要攀上他的腿 他就很自然地弯腰将它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然后梦里响起一个声音 似乎是那个小动物说的 说小宝我要走了啊 他猛然间醒来 不知道为什么很悲伤 后来回到家 他就把那个妈妈求来的符字给扔到一边了 但是从那后他还是再没有梦到过那个小动物 后来他对我说 他想起来了 那可能是他小时候养过的一只小狗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忽然病死 那只小狗很笨又矮小 经常想要上床来 都上不来 都是他把他抱起来的 每次梦中 他很自然地将它抱起来 其实也是那时候的习惯性动作 因为那个符字的原因 他现在感到很愧疚后悔 万物皆有灵 怎么说呢 这个梦其实已经不单纯是梦的事了 也有可能是孩子学习压力大 而激发了从前与小狗相对时的轻松回忆 因此触发了对小狗的记忆和怀念而形成的梦 无论如何阴阳两格 鹦鹉纠缠活人 总是对活人没有什么好处的 所以也不必对求福驱梦感到愧疚 既然现在已经不做这样的梦了 那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 同时注意处理学习上遭遇到的压力 适时解压 梦境二 这个梦就有点恐怖了 是一个关于租房子的梦 是得到高僧认识的一位倒卖房屋 及从事租房类服务的佛徒 所以很多梦是由他或者他的客人讲给他 他之后有提供给高僧的 他说有一个租客 前段时间新租了一间房子 是被经常换租的一间房 当时我这个朋友就说 你看中的这个房子 前面的租客都住不长 总是这个原因 那个原因就退了 你要想好 但是 因为房子里设施比较齐全 再加上租金低于同等条件房子 租客又是个牛大胆 所以还是决定租下来 结果没过一个月 果然就强烈要求退房 甚至连押金也不要都可以 我朋友也很好奇 恰好与这个租客比较能说得来 又答应给这位租客另外找房子 所以二人得以坐下来吃吃饭聊一聊 结果租客说 我还是愿意让你替我看房 就是看中你时辰 这次的事不怪你 毕竟你已经提醒我了 我朋友虽然知道那房子有点问题 要不然不会出现租客频频退房的可能性 一问 才知与一个怪梦有关 原来租客自从租了这间房子 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个怪梦 梦到房子的上方 也就是屋顶 突然出现一张人脸 这张人脸很大 而且张着血盆大口 对着床上的租客就是一顿吼 租客往往吓得一机灵就醒来了 因为梦境太真再也睡不着 以至于因为精神不佳影响了工作 所以必须退房 我朋友于是请求寺院里的高僧 替他解一下这个梦 高僧解梦说 一般出现这样的怪梦 就是带有明显恶意 同时影响到人的精神 睡眠的梦 除了要考虑身体 运势等各方面的原因 还要考虑到 有可能房子也有点问题 有些房子因为格局 风势 气势 水势等原因 而形成一种晦涩的低气压格局 容易使人精神衰弱 继而发生噩梦情况 一般来说 梦到怪物或者鬼 都代表梦主 最近气韵比较低下 最好往人多的地方去一下 但不要投资 以保守理财 梦到怪物很大 张着大口 要小心阴谋诡计 此梦主所积之房子 之前的租客 也都很快搬走 所以可能屋子本身的问题比较大 相信他换个住处 也就会好转 梦境三 这是一个大学生的梦 我们叫他小梦吧 小梦上大二 因为父母给的花费比较多 所以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女孩子 在校外租了房子住 算是花钱买自由吧 两人有个共同爱好 就是开网络直播 然后事情也出在这上面 租的房子 是刻意布置成唯美背景的 便于拍抖音 左边是很美的绿色拉花 右边装了一个简易鞦韆架 墙的中心 则是挂成星形的相框 相框里当然都是两人的美照 然后呢 他们两人就做了同一个梦 梦到鞦韆架在左边 他们俩在右边 他们想要去鞦韆架上 结果往前一步 忽然地面陷了 第二天 两人说起梦 才发现做了一样的梦 而且这个左右的事情 说得特别仔细 因为在梦里的时候 印象很深 两人心里都在想 为什么鞦韆架到了另外一边 高僧解梦说 其实女孩子都胆子小 将这个梦有点邪恶化了 鞦韆架在梦中的意识 并非现实中的那么唯美 梦中出现鞦韆架 代表这段时间 梦主可能会运势不稳 甚至出现在一个比较危险的边缘 因为鞦韆代表的是浮动 一高一低这样的运势 而地线则一般代表 地位的下降及运势的下降 演变在现实生活中的话 可能会遇到非常不开心的事情 甚至是影响前途事业的事情 不过二人上是学生阶段 所以这种遇事造成的后果 可能并不是很严重 第三是方向的相反 梦里一般有强烈方向预感的话 那是一种自身潜意识里的提醒 如果梦见方向反了 现实上必须有什么事本末倒置了 介于二人都是大学生 但不好好上学 比较沉迷网络的事情 高僧认为 有可能是提醒他们这方面的问题 在此高僧也提醒我们说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我们的心思太复杂 我们的妄想杂念也太多 在白天你不能够觉察 到晚上做梦 这妄想杂念起现行就变成了梦境 还是自己念佛功夫力量不够 不能把这些妄想杂念扶住 能把妄想杂念扶住 那个梦境绝对不一样 其实最重要是心要相应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